秋高气爽啊 我又来到了延城 这个测试场地是不是很熟悉 每次奇亚出新车我都会来这 进行一个早期的体验 这一次呢 就是在它上线预售之前我们来 体验一下全新一代的 奇亚 Spotage 欢迎收看小农评车 奇亚的Spotage 它的 新的中文名称 就是直接音译了 但是用的这个中文字还是比较有意思 所以你能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它的 气氛 叫师伯唾计 但是我还是用英文吧 Spotage 这Spotage 是两个词的组合 就是Spot和A 你一看这个词你就想到了 运动的年龄 什么年龄 就是年轻人 他当然就要体现这种年轻化和运动感 我们现在是两个车通框 一个是2.0T性能车 一个是2.0 HEV 就是混合动力的车 放在这这个20T的车型呢 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个车来拍摄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特殊色 你看亚光灰 像这种亚光的灰色 一般都是百万级的性能车才有这种原厂提供 现在就是一个平民化的紧凑型SUV 直接给你来一个亚光灰色 这我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还有一款我觉得挺值得推荐的 就是那个丛林绿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特别值得欣赏的一点 就是它的 前脸 款式的设计 设计 思路叫 对立统一 所谓的对立统一是什么概念呢 我觉得就是你会单独去看每一个元素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元素本身 好像很难和别的东西 和鞋的组合在一起 Spotage上面你会发现 它怎么都像七条板一样 严丝合分呢 彼此很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 这就是一种对立统一 对吧 它的虎啸式的前脸 现在已经 抽象化了 以前虎啸前脸必须把隔山包在里面 那是一种比较僵化的诠释 越到后来你越觉得 好像有点太做作 但是现在 它摆脱了那种定式 虎啸前脸还存在 但是它已经变成了 车的鼻子了 这是虎鼻 一下这个 就从那个桎库里摆脱出来了 整个的隔山就放在了下方 而它把它完全变成黑色之后呢 就没入到车身里面 成了一个背景 那这时候它就不跟 其他的设计元素 抢视觉 吸引力了 但是当你走到近处仔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强烈的立体感 而它的虎口在哪呢 虎口是在保险杠的 进气格山这个位置 它通过电镀条来勾勒出 这个虎口的边缘 它的向行性更加强烈 那车尾的设计 我们就可以看这辆混合动力的版本 你会感觉 前后的呼应很明显 就是你看它这尾灯 跟大灯其实是一个逻辑 只不过呢 因为它的部位不一样 从实际出发 它的形态表现不太相同 但是你能够马上感受它内涵的模式的相同 比方说 这种锐利的C型勾边 这不就是日间行车灯的那个 回旋标锐利C型的造型 这一种变体 然后里面是这种大灯的感觉 其实它是以整个儿的为能 另外就是 虎向 它的那个虎口 在车尾的一个呼应 这就特明显了 这沟边完全是一种类型的 它下边的扩散器呢 还能够体现出一种 比较强悍的越野车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元素 我很欣赏 是从它的侧后方看它的 后胯这个设计 光线的反光 你就看到一特别直的线条 它是弧线 圆润的 那这种圆润的过渡 形成的弧线 但又能够非常精准的 去延伸 从后翼子板一直延伸到车门上 再从车门上它是逐渐出现的 然后慢慢 然后直接延伸到后边 只有 极高的模具加工水准 才能把这么漂亮的设计 呈现出来 虽然它绝对是个前路驱动的车 但是会让你感受到那种 后轮驱动的车的 带来的力量感和它的那种性能运动的感觉 这个混合动力的车和 燃油版的这两款车呢 它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外观上的不同 就是它的轮圈的样式不一样 其实这俩轮圈呢 它的直径也不一样 这是一个 标榜性能的车型 所以它的轮圈直径比较大 19英寸 这是强调环保节能的车型 它轮圈的直径稍微小一点 18英寸 但实际上这两款车的轮圈的设计 都很到位 所以它并不会让你觉着 车轮 很缩很小 而是有一种很明显的向外扩张的感觉 而同时的上边配的轮胎呢 胎壁相当厚 你看这块 已经19寸的轮圈了 宽高比还是55 所以如果是爱改装的人 你如果把它的宽高比设成45的话 你这轮圈能可能做到21寸 这个车现在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恰当 而之后 它还有着 相当大的 对它进行装饰和装修的空间 这后备箱打开啊 就光是原始的这个进身 一米 就是那个混合动力的那个版本 它下边有电池啊 就是在行李舱盖板以上这个空间 标准行李箱的安全容积啊 545升 它这个 是燃油板子 现在没有电池 下边还有空间 行李箱的盖板三折 打开 特别规整的托盘 条块分割很清晰 这种收纳感 这种结构感 都会让你觉得真干净 这个做工啊 整整齐齐 这盖板 无论是强度 还是它的质感 操作的手感 做得都非常好 把这个靠背放倒啊 两边一搂 很方便 把这个靠背一放倒 啪啪一锁住 这装载平面有多大 两米 这两米什么概念呢 咱们出去玩的时候 山地自行车 休息的时候用的那个 气垫床 漂流的皮筏子 充好气挡 全都是 直接 捅这地方 没问题 这Spot 整个内饰给你的感觉啊 就是 它跟合资车 有着共同的一个特征 就是 不会去标榜材料 不会炫材料 但是它有它的优点 就是我不炫这个材料 可是我的做工的精细程度 精致度 那我体现出了很高的 制造水平 主要就是这种体现了韩系车啊 它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就是对细腻感的追求 各旁面的座子非常的细腻 它也展现出了韩系产品 在数码科技上面的领先度 你比方说 它这种曲面屏 直接一块表面的整体面板 形成的曲面屏 里面是两个12.3英寸的屏幕啊 但是这种曲面屏 它给展示出来的这种质感 精良度很高 而且真正能做到这么漂亮的曲面 这就是水平的体现 那还有就是触控这一块 你看它的音响 空调这一块 每个功能键的按钮的位置 标识都非常的清晰 但是它整个是一个平面 它下面实际上是触控点 中央通道上面这也一样 排档是个大旋钮 两侧 都是触控 那它这个整个的触控啊 它可以给你排列的 很舒朗 就特别容易操作 特别容易看得到 那每一个键呢 它的标识体量也比较大 所以功能感也非常好 好操作 它不是没有物理的按钮 你看这些地方都是物理按键 特点就是 这个物理按键还存在 但是它已经 同时也半年起了很重要的整个内饰的装饰和点缀的角色了 我们这辆车呢 它配了一个特殊的内饰的颜色 跟外面的亚光灰是配套的 它里面用的是这种橘红色的内装 在那个混动版本的车型上 它还用了另一种更有创造力的内装 就是它上面的部分 这些黑色的部分 它用的是蓝色和下面的浅灰色 蓝灰的一种搭配 那坐在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清凉 而且你能够感受到 它在强调那种环保 所给人们带来的那种心境 右前座 它这个座椅不能调高低 还是常规的 就是只能前后调电动 坐姿很高 但是头部的空间还是OK的 这个坐姿的高度我觉得正合适 所以坐在这的时候人很放松 两条腿完全放松 不用使任何力气 你的腿也不会顶在侧面的 中央通道的 那即使是碰到中央通道呢 它也是用柔软的提格 把它包裹起来的 底下的脚部空间也相当的宽敞 有一点轮拱的内裙 但是这轮拱侵入到 车内空间的位置特别窄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放脚 还有一地儿厂家特别强调 就是对NVH的重视 我觉得这对NVH的重视 到了Sportage 它出新一代的时候 专门配的夹层玻璃在前边 这Sportage 要论尺寸啊 它完全可以跟国产品牌一较长短 这款车啊 它实际上是有长短轴两种版本 它在欧洲卖的是标轴版本 轴距是2680的 那到了中国啊 它专门做的是长轴版2755的 美国市场也是长轴版的2755的 它的腿部空间是真长 20厘米 我手碰不到前边的座椅靠背 正常一个比较高坐姿 你看前座的坐垫明显比后座坐垫低 后座坐垫抬起来的 所以坐在这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个前面的脚部空间巨大 下边特空一大块 整个人坐在这的时候就特别放松 正常脚放置的时候 大腿也能得到很好的支撑 坐垫没有特别长 但是我觉得够用 坐在这的时候挺合适的 挺舒服的 它最大的一特点就是 它这个后座的靠背 可以大幅度的调节角度 这是它的靠背 最垂直的位置啊 是这样的一个坐姿位置 然后从这个位置你往后调 调躺这了 特别舒服的一个躺姿 还有一地儿我觉得特夸张啊 这车它有老板剑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觉得哇好奢侈 Spotage这款车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合资的同类车型当中啊 它配了一个2.0T加8AT的动力工程 这是很少见的 它是IGMP架构 就是跟奇亚的凯库是一样的了 但是它呢 用的是一个紧凑型的SUV的平台 那再装上那发动机 它动力表现呢 就是很值得期待啊 238马力353牛吨米的扭矩 零百加速厂家说是7秒8 咱们可以体验一下驾驶模式调刀运动啊 你看它非常有意思 它车已经走起来了 走起来之后在转速拉过3000转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轮胎大滑响胎的声音 其实这时候车已经走起来了 群体已经不受任何影响了 在这条跑道上它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加速到170 我留个我的缓冲区安全性的话 其实我要是硬加的话 还能拉到180没问题 整个的这个加速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这车啊 它特别逗 它是一个燃油车 但是它还可以配电音 这哈曼喀顿音响 里边有一种模拟性能发动机声浪的功能 主动音效设计 来个墙 听听听它这音效 真正是开一个V8高性能车的声 太过瘾了 而且加速的时候它特别的平稳 在这个场地上 它的实际加速表现是在大约是在7秒5左右 比它厂家飙升的7秒8还要更快一些 而我还测试了一下 就是它刹车的稳定性 百零制动 然后我们把速度拉起来 我们拉到110 然后我们收油门 让它慢慢的把速度放下来 差不多放到105左右 紧急制动 踩死 倍稳定 就这底盘开起来 它的轻松感会让你感觉还是韩系车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的稳定感 它的扎实度 绝对是在开一个地道的欧洲车 奇亚这款Spotage 这一代Spotage的开发 完全是在欧洲完成的 通常你听欧洲车 你就觉得很可能它的舒适性 是不是就欧洲车往往都是那脆生生的硬 不是 你看咱走这旁边的颠簸路 你就觉得非常整 当它压这种碎裂的路面的时候 它的抖动幅度非常小 震动幅度非常小 而且悬挂相当的安静 它的车身也没有特别明显的 相互之间的扭曲和颤抖 而且你这时候你觉着它这个车的悬挂系统 它很有力量感 尤其是碰到这种波动型的路面 对它来说简直就是太轻而易举了 极其的舒适 而且特别稳定 那这全是井盖 测试厂设计的 专门就是按照咱们中国常见的路面情况来设定了 你看就是压这种井盖的时候 坦坦然然的 绝对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担忧和害怕 就这么直接压过去 非常舒服 吸收的很好 碰到这种很高的减速带 你会有一点点余震吗 会有 这就是为了舒适性而设计的 稍微有一点点后桥回弹一下 像这种大梗子 这我平常在马步上开车都遇不着的那种大梗子 我觉得它会让减震器都蹲到底 没事 减震器没有蹲到底 所以它的支撑却是做的不错 我来感受一下 它整体的变现时候的效果 不稳 而且它的转向响应非常敏捷 非常灵敏 但是你看你直线跑的时候 它又很稳定 一点都不贼这方向 但是你真正去操控它的时候 反应很快 它的模式是一体的 当你选择运动模式之后 它的转向收紧 然后转向响应变快 如果你选择了这种舒适模式 或者经济模式 它的转向就会变轻 而转向的 这种中间的框量就会增加 间接度就会增加 提升你日常驾驶时候的这种 稳定感 舒适感 你看它的车身晃动幅度非常小 极其敏捷 就说明它的悬挂的回馈能力很强 能够支持非常快速的移动 整个车身横向的快速的方向性的移动 它都能够支撑 做的挺到位的 我再试着绕装感觉一下 这节奏感特别好把握 你看我都没在这绕个桩 这非常好控制 而且它操控的时候你手上特干净 整个车身的响应也非常干净 中间没有其他的这种干扰 这次我还同时还体验了2.0混动版本的车型 它十分的与众不同 因为它配了一个6AT的自动变速箱 其他SPORTAGE系列的车型都是多档自动变速箱 1.5T 2.0T都是标配8AT 到了混动还配了6AT 这种6AT变速箱应该是很能充分的去发挥 燃油发动机直驱时候它的性能 全部都利用上 另外再有混动的时候电动的性能 整体上你会感觉这套混动系统是一个偏性能表现的 一起步的时候0-100加速 它给你的动力就跟开一个2.0T的车击加速那感觉差不多 但是它跟它自身的2.0T版本比 还是没这个动力强劲 它没有在中间动力释放的时候 突破抓地力的脑胎的状态 因为它前段电动启动 它就非常匀非常顺 但是它起的响应特快 咔一下就起来了 之后往100加速都非常顺畅 过了100从100到120也是很快捷的 120到140仍然很顺畅 140到160很自然 但是相对来说减缓一些 过了160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变慢 那么整个测试场那条直线能供我加到170 如果我要是用20T的去加速 也是加到180差不多直路就到头了 所以整个这辆车的混动的 它的性能表现 它的加速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 你开起来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的介入 就是切入和切出 也是非常的平顺 就当它发动机开始介入的时候 就一下拉到1000多 将近2000串的位置 然后你才听见了 发动机传递出来的运转的声浪 没有任何的冲撞感 也没有任何的波动 就特别线性 所以非常和谐 新一代的奇亚 Sportage 这次的抢先试驾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呢 更新换代 是永恒的真理 只要你真正的去 跟紧这个世界的潮流 及时的去更新换代 那么每一次的更新换代 都会让一个产品展现出 相对于以往 很明显的进步 无论是对它自己 还是对这个 同世代的竞争对手的车型来说 当然了 它的对手也没闲着 奇亚的Sportage 在更新换代的时候 它的时间节点 正好和它的老对手 或者说是一个 非常强悍的竞争对手 东风本田CRV 同一个时期更新换代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他们在市场上 表现互相较劲的时候 谁赢谁输了 在它的预售之前 我们打听一下 它的整个的价位设定 大概就是1.5T 是在18万这个价位 应该比18万略低 大概是差不多 然后呢 2.0T是在19万这个区间 而混合动力版本 2.0混合动力版本 是在20万这个区间 它向上 对日系构成了 很强大的竞争进攻性 而它向下呢 又对国产品牌 构成了压制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产品特征的体现上 整台车的精致度 扎实度 它真正带来的驾驶体验的 这种成熟度 是比国产品牌要高的 而它的产品硬件的水准 其实在先天上 比日系也是要高一筹 同时 它的价格比日系还更低一些 这个是体现出 Spotage它的产品魅力的地方 当然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还是要到市场上去 真正的较量一番 有的时候呢 光光瓶产品 还是不行的 还要有其他的配套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 爱车的你 感谢观看